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姚妹 今天教大家做红烧豆腐 是我的拿手菜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正宗的圈菜 我很爱我的家乡 所以我今天想把这个红烧豆腐推荐给大家 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 有生姜 葱 红薯粉 自制的辣椒油 还有豆腐 我们现在就开始红烧豆腐的制作 首先我要先切一些姜末 好了 然后在锅里加入清水 开火 好 然后我要切豆腐了 先是这样横着 在手面上切 因为豆腐非常嫩 所以不能放在蒸板上 然后这个时候加入姜末 自制的辣椒油 这个是精髓 就是如果没有辣椒油 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然后放入一勺半盐 鸡精 老抽 酱油 姜花椒 匀匀 然后在它煮的这个时间呢 我来切一些葱萝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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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我从小特别爱吃的 这个是我从小特别爱吃的 只要我想不起来要吃什么菜的时候 我就会想煮豆腐 大火煮到水沸腾 然后再煮个两分钟 然后准备勾芡 绕着这个锅盐这样一圈倒下来 好 汤已经稍微变得有一些粘稠 这样呢就是汤汁会更加的入味一些 再加这个味极鲜 豆腐要煮得久一点会更好吃 尝一下有没有缺少什么味道 嗯 然后在出锅前 加入小半条味煎提鲜 OK 准备擦坠 然后呢 就在上面加上一些葱末 好了 这个红沙豆腐就做好了 嗯 一块来尝一尝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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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